首先,多謝很多朋友、很多行家陪我閒座這半年 今天的判決是令人難受的,是傷心的 我會認為這次法庭裁決的不是我一個人 是整個行業,是香港的所有記者 今天法庭的裁判竟然是判我們過去一路行之有效 去查找真相的工具是有罪 這個個人對我來說,我是很不認同 今天法庭可以判決我負上刑責 但我堅信查冊無罪,新聞自由無罪 我不知道這次的判決有了這個案例 究竟對未來新聞界有甚麼影響 但我衷心希望業界我們可以一起找到方法 繼續去順守我們的價值 繼續履行我們的天職 我們不要就這樣放棄 還有謝謝 我非常自信 觀看 哦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